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没办法踏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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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那他怎么样给他按脚 躺在床上 就躺在床上 对对 你这样躺在床上 没有躺在床上 这样 他没办法踏实 对 很痛喔 还有感觉还不错 对 还有感觉 很痛的话他会 他会有表情 对 先按下去 很痛 等到定型的话就不会痛 啊 定型以后就不会痛 定型以后就固定在那边 就不会痛 但是也不会好 有痛就咬 还有神经 对啊 有神经就有希望 嗯 不过他这个痛 也不是很痛 神经 神经身下的 敏感度 也不多 不然像这个 稍微碰一下 就会痛 就不会痛 有毒塞啊 嗯 神经 有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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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病是很重 可是都好像 看起来 不觉得 像那种神经 都还好 但是 里面的状况 是很重 那像这种情形 碰一下 痛哀哀笑 很痛很痛 可是呢 好痛很快 好痛快 因为把它打通了 以后他神经恢复 整个就复了 嗯哼 最怕就是不会痛 哦 是有问题 要不痛 嗯 那个是 那一天 那一天 那一天我们只是弄按脚而已 按脚啊 对啊 在脚里按摩 其实还有点线啊 嗯 就是点线 那是更厉害的 嗯 点线 点线 那一天没有 没有吃完 没有吃完 你好 不好意思 这是理事长 柯理事长 你好 他是 你有没有名片 要不要给他 这是我妈妈开的啦 等一下会过来 对对对 你就帮他弄 你没有带 很关心很关心 他是那个 弱实健康法的 那个理事长 这样 那我就请他来 有一张 是 哦好 谢谢 嗯 嗯 那再麻烦你了 你要弄齁 你们不吵你 我们是 做一网 一网 好 好 小体按摩 点蟹啦 嗯 嗯 你帮我那个拉起来好不好 我怕不小心 那个那个的 对 照到他 对对对 OK 谢谢 不好意思 生意没关系 生意没关系啊 嗯 他说去年5月12号 第一次中风 后来7月8号9号第二次中风 对 那那时候医生认为说 这么短的时间又再度中风 不是很 不是很好 但是 还发病危通知给我们 但是我们就是 就是你看到现在这个样子 对啊 就是我努力的照顾 嗯 不然一线间发病的通知 对 因为医生认为说那么短 通常第二次中风 第一次中风 都中间都会有一段时间嘛 嗯 他才不到两个月又又来了 他认为这个没 现在也吃药是什么 现在就吃了脑 脑部的那个 脑部的药 嗯 就是神经内科啦 我们去看神经内科 嗯 可能是让他血管 血液不要那么浓稠吧 嗯 你现在是点穴吗 现在是做点穴吗 现在是做点穴吗 这个是属于按摩 哦 属于按摩 就是把按摩血管 哦 给他 给他 给他打通 让他湿解 让他湿解 其实 人 平常啦 嗯 常常这样按摩按摩是不错 哦 你说当我们在健康的时候 平常做做按摩 脚底按摩 还有身体的前身按摩 对于保健和 除了运动之外 还有按摩 然后拍拍拍打 你问啊 全身都可以拍 嗯 这个都可以拍 全身 哦 做做这个 做拍打 嗯 拍打 自己拍 自己都可以拍 嗯 自己都可以拍 哦 经常 这样 这样 比較 血管 比較不會塗上 嗯 因为我们也有 按脚的肌 对对 哦 用 用那个就可以了 希望他 他可以 可以按摩 他就踏在上面 踏在上面 踏在上面 就 他 踏在上面 那都有效 那不错一天要踩几次啊 一天 想到就踩嘛 想到就踩 想到就踩 不要踩太久 哦 一次待十五分钟好像 十五分钟 他就自己会挺 他有缩定嘛 照他的缩定踩就好 嗯 想到再踩那一天可以做很多次啊 你的意思 很多次都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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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他在 在状况之前 嗯 都已经有 迹象 其实有很多迹象 我们都没有去 去留意他 那最明显的迹象就是 鼻子 我们那时候是发现呢 去跟他 那个 泡脚的时候 他很痛 对 那个 酸动 那时候来处理 哦 未来的这种 大兵就 就这样 就排 Sar 哦 可是我们那时候 não import 我們只是覺得說 它怎麼搞的都泡個腳 腳就痛 為什麼會痛對不對 對 那水也沒有很... 那個喔 身體都已經是你在告訴我們 身體不會講話 身體有細胞那麼多 都是活的 好像 身體好像一個國家 細胞好像人民 他已經 這個地方的人民 已經出現了困苦了 譬如說沒飯吃 沒水喝 沒有啦 那人民會叫啊 細胞不會叫 它用痛來告訴你 它用痛來告訴你 我這裡堵塞啊 不通啊 血液循環 它你不要照 它不要照你 它就 它就用這個方法來告訴我 用痛來告訴我們 嗯 這是 這是我處理一些經驗的 那 腦部狀況的人喔 甚至他有時候會突然投陰 有的比較嚴重的會突然陰倒 那個都是 就是腦部已經缺癢 缺癮癢 突然嗅頭 可是動一動 又通過啦 又起來了 很痛啊 很痛 你看 嗯 它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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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是神經的 它還有一些神經 但是 不是很痛 很會痛 很痛 很痛的話 它一定會大動作 揹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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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這 這裡是膽經 什麼經 膽經 膽經 膽經正常的 就是都沒有問題 這樣按都會痛 嗯 沒有問題 為什麼沒有問題也會痛 這地方皮包裹而已 因為一噴就碰到神經 神經 你碰到神經 本來就會痛 不過如果有賭拆的話 它 它會痛痛 這樣 一般的是 是按下去的痛 你看 你知道它說 這裡 你看 這裡痛 嗯 它不會講 但是 但是它會說 這裡痛 在叫啦 還要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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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痛嗎 很痛 很痛喔 是不是 會不會很痛 會不會很痛 痛不痛嗎 媽媽 嗯 你看 抓我 嗯 啊 啊 啊 往 往這邊 往這邊 往這邊往痛 我只是用手抓而已 嗯 忍耐一下喔 幫你處理喔 啊 以前啊 嗯 就是 就是 我們 老師 就是那天上台演講的那個 欸 你有沒有聽過 陳茂雄 陳茂雄 普通總的那一位 他就是 這個負責人 嗯 唱會會長 唱會會長 我有一次 齁 一隻狗 差不多三四個月 還小小的 小狗 在五樓 頂樓啊 五樓的陽台上面 養在那邊 有一次台風 那個 打雷 下雨打雷 大風 那嚇壞了 他就從樓上跳下來 哦 從五樓跳下來 對 頂樓跳下來 跳下來 就碰到那個 雨棚 嗯 碰到 戳子的 上面 碰到戳子 然後再跳下去 摔到 就是臀部摔到 摔到 腳就不能動了 兩隻腳都不能動 他就手 他的前面手還會動 就沒辦法站起來 那就 就躺在那裡 三天以後 我先到那個 受衣啦 受衣不行 就弄個什麼 把它扶住那個 弄個壓那個不行 固定那個不行 我就問我們老師說 你點謝齁 這個狗 可不可以點謝 狗啊 已經 就這個樣子 他就說 來試看看 我說再過去 他就從臀部那邊 那邊點 就點 像不要臀部 臀部 他用手點而已 手按 一共 已經差不多 用了 用了 卸刀 用了二十分鐘 站起來 真的 就馬上就 追著腳追蹤對不對 追著有力啦 然後就三隻腳 站住 那三天都沒有大號 點氣的時候 哇 排掉不得 就在點謝當下就 就 就排掉 他就輕鬆了 那牛老師真厲害 可以用三隻腳 左路 可以吃東西 他就看起來滿正常的 他就一隻腳 沒辦法動 有沒有 就這麼點謝一次 啊 啊 他的前一天啊 是 有 金剛講說 他就有 突變在歐洲 把一個小孩子 啊 扛在那邊的不能動 就幾 差不多 一歲吧 一歲多 那個 德國的小朋友 就 就經過幾次的點謝 按腳 最後 能夠爬 能夠站起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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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隻腳 他是兩隻腳 對啊 人家狀況是 大部分都是一邊 對 他本來是一邊啊 後來連 對 所以 所以醫生 什麼 什麼 兩邊 兩邊的小 兩邊的腦部 他們都堵塞 才會 醫生才會說 好 才會 那麼嚴重 其實 醫房保健很重要 醫房保健 現在我們都是 等到有病 出了大問題 才去醫院 現在是這樣 所以 結果 結果 才會 消耗那麼多的醫藥費 如果 在病的初期做的話 所消耗的 消耗的 醫藥費會比較少 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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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世界